我怕來不及 我又抱著你 直到感覺你的皺紋 有了歲月的氛氣 直到肯定你是真頭 直到失去力氣 為了你 我願意 痛也不能痛 也要看著你 直到感覺你的發現 有了白雪的痕跡 直到視線變得模糊 直到不能呼吸 讓我們 心應不離 如果 全世界我也可以放棄 至少還有你 值得我去珍惜 而你在這裡 只是生命的奇跡 也許 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記 只是不願意 失去你的消息 你找新的紙 我總記得在哪裡 在哪裡 在哪裡 這小提琴做得多漂亮啊 哥哥 勤練得怎麼樣了 來 給老爺拉一下 老爺聽到 爸 媽煩著呢 我 怎麼了這是 老爺還真沒聽過你拉琴呢 表演一下 來 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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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這是啊 老爺特別想聽你拉琴 說你練得和好了 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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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樂 怎麼了 我說樂樂 拉琴拉得挺好的可能 我沒聽過他還 他不給我拉 這孩子 來 來來 拉一個給老爺聽聽 媽媽也好久沒聽你拉琴了 看看你最近學得怎麼樣 來 來 拉一個 來 拉一個 來 聽話 對 給給給給給給給 給我的媽媽表演一個啊 正好 好 好 樂 好 好好好 行了 挺好 姐姐 還是讓孩子學點別的吧 這不行 這動靜是鑽腦子呀 我就回屋談會兒 緩緩 挺好挺好 樂樂 你是怎麼回事啊 你怎麼學得琴 你跟趙高學琴那麼久 他拉得那麼好 你怎麼沒有進步啊 你跟媽媽說實話 到底怎麼回事 那琴是騙你的 其實我們那妹子都 偷偷踢球去了 媽 這也不全願叫康哥哥 他說啊 這玩意不當飯吃 只要看自己喜不喜歡 可能我也不喜歡了琴 這話他說的 嗯 他還說什麼了 他還說 傳到喬頭自然指 進來啊 他把咖啡館給我 讓我當老闆 就算見點反面去好也無所謂 反正有計算器 喂啊 來了 玉花 伯父您好 好 小言在嗎 小言 有人找 走 伯父您給我做個見證 小言 嫁給我吧 我會用一輩子對你好對漏了好 借著來不及買了 以後我一定給你補上 行等會兒啊 好 什麼情況這是 爸您別多想啊 我怎麼想沒關係啊 關鍵是你怎麼想啊 這門我是開還是不開啊 那 打起來了 你跟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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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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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打啊 別打啊 你跟著我啊 別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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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打你 別打你 我打你 你別打 你別打 不打不打 不打不打 行了行了 收拾 好 行 小言 大喊 對了 我全都玩的 你别跑了 别跑了 别跑了 你稀怒 稀怒 好 来来来 您请坐 行 有 有什么 对对对 有什么您冲我来 好吧 对对 您先等会儿 我给您倒点水 好 好 还送花 我 我 我把他养那么大 他都走来没送我什么花 还跑你们家来送什么 玫瑰花 百合花 这要把他娘给气死呀我 好 这婚我求得确实仓促点 这不头一回嘛 没经验 我不管我妈是什么态度 你我是取定了 实在不行 我就跟她断绝母子关系 你也别跟她那儿说罪了 咱俩开个夫妻店 你当老板娘我当跑咖子呢 你要实在先来 咱们就把那店租出去 供租金就够养活咱俩了 你是不是一直没交往洛徐琴 你现在提这个干嘛 现在是生死存亡的时候 你居然瞒了我那么久 亏我这么幸运了 原来都是在跟我演戏呢 你明知道露露对我有多重要 还给她灌输这种 毫不负责任的幼稚思想 你这不耽误她吗 就凭这点 咱俩没法在一起 不是 我让她开开心心地度过一个童年 怎么成我耽误她了 就算咱俩在教育孩子方式上有分歧 那也不能说明咱俩不合适啊 这不光是教育方式的问题 而是打根上咱俩的价值观就不一样了 勉强在一起 将来也不会长久 你想那么多干嘛 走一步看一步呗 你可以走一步看一步 因为你还年轻 你有个有钱的妈当靠山 可我不一样 更何况 孩子现在形成的价值观 对将来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你怎么知道 乐乐就成不了富二代啊 咱俩努力赚钱养的不就完了吗 再说了 你也承认 孩子童年只有一次 让她开开心心地成长有什么不对的呀 赵康 我知道你的童年不幸福 可你不能拿乐乐的童年 来弥补你自己的缺憾 这对乐乐不公平 多少年沉执门烂骨子了 我童年幸不幸福跟咱俩有关系吗 乐乐的事你说得对 我听你的不就完了吗 干吗跑我们家家底啊 赵康 我是想让你理智地看待咱俩的关系 你对我的好感不是无缘无故的 你去拿我当你妈吧 我拿你当我妈 我是什么人啊我 我说的不是赵淑雅 而是你心目中的妈 是你从小缺失的母爱 行行行行 你别跟我分析了 想把我蹬了就直说犯得着吗你 我来 她怎么走了呀 没事 热死我了 来 来 你先来一趟 喝杯茶 您就 您这想害死我呀 你跟你们家女儿 都想害死我 是不是 您看您这话说的 咱们说镇天啊 我们家赵康 死结败烈的 要跟你们家女儿在一块 我先表个态啊 这事呢 不成 不成就是不成 你说 咱们都是震惊人家 是不是 咱们不能让别人 出咱们的紧张骨 是不是 这么着 您啊 好好地劝劝你的女儿 行不 只要她们俩分开 你们说吧 要多少钱 我有钱啊 要多少 给多少 行不行 那您呢 一看呢 一看呢 就比我大好多 这么着 我呢 就叫您身老哥哥 我也知道 嫂子刚走 我现在说这事不太合适 可是孩子是不能不管哪 我跟你说啊 这顾小言啊 李国辉 有孩子我都不介意 是吧 现在社会什么事 这不可能发生啊 是不是 可是她比我们家赵康 那太多了 她打那么多 你说 能把她取心下门了 你说我是把她当妹妹呀 还是当儿媳妇啊 这怎么论哪 您说 大妹妹 要我说啊 儿孙自有儿孙福 孩子们都大了 你就让他们自个儿定了 那不去 我不能让 你们家女儿 把我们家儿子给害了呀 您看您要这么说的话 要不是您儿子追我们家小言 他前夫也就不至于打官司 跟他挣夺孩子的抚养权 我老伴也就不至于急地 犯了脑异讯 您说是不是 你这什么意思啊 和尚 你们都怪我们家赵康了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你笑什么呀 这事有那么好笑吗 这谁也不赖 这就是命啊 咱换句时髦的说法 这叫缘分 什么意思 这有些事 咱们当父母都做不了主 想开点吧 孩子们都懂事了 就让他们自个儿拿主意吧 我说您别走啊 我说您什么态度啊 这事 这事你管不管哪 怎么办哪 爸 爸 爸 出国国你至于的吗 这早就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了 这又不是什么坏事 这人家 都是挤破头让孩子出国流血 在这儿县城海外的关系 不用多可惜啊 是吧 你要是想我了 随时去看我 才十几个小时飞机 您不是说了吗 这以前坐火车去趟上海 还得二十多个小时呢 我不是去火星 真没什么可担心的 用充电器落车里了 白淼 你陪我哪一趟去呗 自己去吧 你地窟太黑了 我打小了 那你我屋有 你哪有我的吧 那我屋有兴配 行了 就剩咱俩了 你也甭绷着 有话就说吧 你确定你的身体 也没问题吗 在淼淼能够独立生存以前 我不会趴下的 只要对孩子好 怎么着都行 但是以下几点 你们必须要做到 你说吧 她现在还年轻 经不住诱惑 你们那儿有乱 你要培养她 你要培养她正确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一 黄赌都绝对不能沾 这个没得商量 第二 你要让我随时能找着找她 虽然是隔着千里之外 我这个当爹的担心 你应该理解 第三 要让她学会保护自己 不能让任何人欺负她 第四 宁亮故国一年土 莫谈他乡万南京 还行啦 她又不是去西天取经 你说这些我都答应你 还有什么 暂时先这些吧 想起来再说 我就这么一个闺女 你也就这么一个 你自己看着吧 我不是让你给她吹风吗 她怎么还这么补依补舍呀 我告诉你啊淼淼 就算你有天气老八十了 只要你爹还活着 你永远都是她的心肝宝贝 你说你最近啊 说走就走 拍拍屁股无影无踪 连个电话都没有 你像话吗 他悄不生息的 把签证给办好了 有你这样的 老派胸脯说你们爷儿俩亲 哪儿亲了 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你说你回家 你除了没钱了 要么就是在外边 受委屈了穷安废 你把你爸当什么了 你当充电宝啊 你就算他是充电宝 你也时不常得给他充充电吧 每天把你爸榨干了 我看你怎么办 别说你出国了 你就出来太阳系 我都不想管 我担心的是你爸 你过不好 他老人家就过不好 他老人家过不好 我就过不好 说来说去还是为了你自己 这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你开心了他就开心了 他开心了我就开心了 三方共赢 当然了 最大的赢家是你亲妈 那你说 我该怎么办 走之前呀 别老出去了啊 好好陪陪他 你就算出去了 你也经常给他来个电话 汇报一下思想近况 你甭老让他提心吊胆的 你记着我一句话 我是谁不重要 记着你爸是谁就行 听见没有 你法老是谁也想看不知 你恃老是谁 你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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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也就是你 换了别人 我早就掏刀地杀人了 说吧 什么条件 我会尽量满足你的 我什么都不要 顾晓妍 我说你要是真心喜欢她的话 能不能替她想一想 她才二十多岁 她放着她的大好前途不去打拼 在家给你做饭 给你带孩子 你觉得这合适吗 我跟你说这事啊 我 我这当妈的不得不管 说吧 你要多少钱 只要你们俩分手 给多少钱我都给 那把你的公司给我的 我说你在想什么呢 我这个公司 可是我用了大半辈子心血 我拿我的心血换来的 你没事吧你 所以在你眼里 公司是第一位的 赵康只能排第二是吗 在我眼里 赵康也只能排第二 我儿子才是第一位的 这样看 是不是对赵康很不公平 我不把公司放第一位怎么办 那赵康吃什么 赵康是个好人 赵康是个好人 随性善良 不计得失 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遇到她 是我的幸运 她对我很好 对乐乐更好 那是因为 她在乐乐身上看到了她小时候的影子 她不希望乐乐的童年跟她一样 我承认 我们之间是有感情 但那绝不只是男女之情 赵康 她需要被关心 需要被照顾 她想从我身上找到 从你那儿得不到的东西 那照你这么说 那这事全怪我了 赵康和公司您都留着吧 我什么也不要 您放心 我会跟她分手的 这是我的辞职信 设计图我已经赶出来了 都在小孙那儿 算是有始有终吧 赵总 谢谢您这段时间 对我的器重和照顾 也麻烦您 替我谢谢赵康 要不是她 也许我到现在 还走不出离婚的阴影 再见 就你啊 欧阳呢 车里呢 没让她上来 有些话她在不方便说 来 搬进来吧 好的 小妈姐 坐 行 放点自华面 谢谢啊 没客气 这么沉 什么玩意儿啊 这还被超重了呀 超重就超重吧 这全都是你爸给你买的东西 给钱不玩 多费劲 这份心意可是钱买不来的 里边全是你平时用的 但是在美国又不好买的 光辣椒酱就塞了十几瓶 要不是我拦着 就这卫生巾 都能买够你十三年的 我爸可真行 其实那儿什么都有 你刚才不是说有话要说吗 对 那什么 淼淼 我得说你两句啊 你说你马上走了 将来跟你妈在一块儿的 机会多的是 你好歹回家陪陪你爸呀 将来是还能见着 那不隔着十万八千里吗 你真肉包的打狗 还没出国呢 就一去不回头了 昨晚上车里那些话 白跟你说了是不是 撂爪就忘 是你家这儿不忙着 跟朋友告别呢吗 他好不是外人 就你那帮狐朋狗友 能跟你爸比吗 他就你一个亲骨肉 那你再给他生一个呗 别瞎说 小俊说得对 回去陪陪你爸 就是 看你妈都说了 听你妈的 甭上这儿了 姐姐 我们先走 走啊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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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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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你干什么呢你啊 大白天在说什么梦话呀 这门也不关 这万一小偷进来怎么办啊 偷吧 我的心都被偷走了 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呀 你是非要撞南枪 你才回头是不是 我是咬定青山不松口 这傻孩子 我跟你说 你呀才是青山 那顾小妍就是啃荒队 你早晚会水土流失的 你知道不知道 我乐意 你就让我 大江东去老陶进吧 我说你干吗去啊 店谁看 我可没时间 络上是我点 我告诉你 保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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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扛到什么时候去 甭给你小姐把你闹个天去 你不聊什么呀 你不是整个人要嘴火的吗 聊什么还有我教你呀 爬林场 我给你捧根 快去 乖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姐姐 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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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啊 你直接把那个USB接你脑门上挺好 爸 你这话说的还挺有意思的 我啊 得发微博上 怎么说的来着 再来一遍 先接你的 接你的 亲爱的 听说纽约的澳门可大了 三天三也都逛不完 名牌包全都粗堆买 干脆咱俩穿一带过店得了 俗 我告诉你 咱要倒腾啊 就倒腾点那个别人想不到的 哎 美国有什么土豆产啊 我知道一特兰钱的买卖 孟山记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成人用品店 我今儿就拖也得把他拖出来跟你聊天 行行行行行 我 我是真没事 我们爷俩平时在家就这样 没事的时候到窝沙里头 拿个手机看看电视 七壶茶看看书 就是没话 你是他亲爹 这马上就要分开了 怎么可能没话呢 你想想你 你在他这岁数的时候 你跟你爸还有共同语言吗 所以嘛 又不是什么生离死灭的 自自然然的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何必呢 没话找话 挺好 哎 皇上不急 太上皇也不急 就我这太监忙得上蹲下跳的 不是啊 你的心情我明白 我也很感激你 但是 咱们也得理解一下 他们这岁数 到底得想点什么 你说能拿这些孩子还怎么着啊 顶多有事儿了 扑我身上跟我捏了两句 能指望什么呀 对不对 挂手低落 顺其自然呗 反正我作为一个父亲 我该尽的责任我都尽到 也算完成了历史使命 是该退居二线了 什么时候想开了呀 你真觉得她离开你没问题 你妈离开你爸 这日子不是还得往下过吗 你姐离开了任大伟 还越过越好了 你说就这位 打小离开她妈 不是也长这么大了 没什么意思呢 就在这个世界上 人跟人之间 没有说谁离不开谁 你这意思是说 你也能离开我喽 可你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你也知道 知道 不知道 睡觉 睡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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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中国地下学的 不好意思 我来往来的 叫她几号吧 八号了 大伟 你站住 不好意思 你都 来 大伟 林大伟 你给我出来 林大伟 不是 我 我真的不是来应聘的 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商场如战场 我这是微服私访 我出来刺探一下情报 你一个卖帐篷的 跑到人家卖营水机的公司搞情报 任大伟 你说谎话越来越没水平了 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了 什么公司 倒了 倒了 是我自作自受的 那你跟王思思 没他还倒不了呢 你 你俩不是 不是 不是 我们俩真的没什么事 我让他回公司 我就是为了他手里的那些大客户 上次 就咱俩为了接孩子事 不是吵了一架吗 从我出了那学校门 我就跟他翻脸了 可能是这话吧 说得有点过 结果他就落井下石 把公司的财务状况 发给了客户和供应商 本来我这公司 我拆东枪补西枪的 我还能支撑一段时间 这回到 多少年的心血 说没就没有 那 那你每个月给我打的钱 是哪儿来的 我车本卖了 你放心 该给你们俩的钱 我一分钱都不会少 我这不是 找工作呢 轩言 我知道 我对你 还有你们家人 我亏欠得太多了 我得还上 不然的话 我这良心上我过不去 我知道你恨我 你恨我出轨 恨我言而无信 恨我 把咱妈给气死了 我这辈子一定得还上 这辈子还不完 我下辈子接着还 你不欠我一家什么 没毕业还 你不欠我 乐乐挺好的吧 我又好长时间没见着她了 我下午要去接她放学 你要是没事 就一块去吧 正好一起吃个饭 正好一起吃个饭 好啊 这太好啊 咱们一家三口好长时间没坐一块吃饭了 那个 对不起啊 我这说习惯了 你以为你换了手机号 我就找不着你了 你以为你换了手机号 这孩子 张靠 你干什么 快 你起开 你干什么 张靠 张靠瘦 你疯了 顾小言 你是因为我妈不同意才跟我分手 但是因为她 你胡说什么 我胡说 你们俩是不是又搞到一块去了 你闭嘴 张靠 我闭嘴 她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吗 你怎么那么贱骨头啊 她在外包小三十事你都不在乎 你就跟我分手了 你别忘了 你妈到底是因为什么死的 你别忘了是谁把你们家搞家破人亡 再跟她在一起 你就是大逆不道 你打我 你打我 因为她你打我 赵康 我跟谁在一起 是我自己的事 别人没资格说三道四 他再有天大的错 他也是孩子的父亲 来 来 来 我们俩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这里以后不要来找我 王爷 你太过分了 我对你那么好 你把我当什么了 撞搞街啊 用完整扔啊 我没有 我没想过去 谢谢你 刚才为什么不赌 那一拳 你是挨给我看的吗 我这人劝揍 所以我也不能像以前那样 遇见事就躲 那什么 那个 你如果需要的话 我可以帮你跟他解着解着 不用了 我和他的事跟你没关系 那什么的那个 要把牌子说的 你帮我折着点啊 你就说 说我跟他 不小心在哪摔的 是吧 你帮我折着点啊 你就说 说我跟他 不小心在哪摔的 是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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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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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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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